大家好,我是汉文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在韩国的中国人都吃什么 刚才我正在录呢,然后被打断了 我们回家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仁川的,我们住的附近的一个朋友 他开的中国食品店 今天去他那买了挺多东西 第一样就是这个 认不认识是什么呀 仔细看一下 是青蛙腿,天鸡腿 而且看来还不像是中国进口的 看这个样子好像是越南 或者泰国什么地方 可能是那个地方的青蛙蛤蟆比较多 这一袋是14000块钱 大概80块钱 90块钱的样子 我觉得小的时候吃过 炸了特别好吃 天鸡腿 就是青蛙的腿嘛,口感也非常好 很久很久没有吃了 没想到在韩国能买到 之前在韩国的中国食品是非常少的 种类非常少 而且还非常贵 现在是我觉得又便宜又好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在中国也差不太多吧 是冰冻的冰鲜的 然后还有这样 这是瓜子 中国的瓜子 韩国人是不吃瓜子的 好像连西瓜子都不吃 他们有的人买这个瓜子是用来干嘛的 用来喂鸟的 喂鹦鹉的 然后鸟会嗑这个东西 但是老百姓是不吃这个东西的 所以在韩国的超市里面 买瓜子也是很费劲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嘛 所以只能去这个中国食品店 那个恰恰的瓜子在这边卖 大概三千四千都是二十块钱左右一大 所以还挺贵的 这个大概两千五吧 两千五也是十五块钱吧 但是在韩国的物价来说还不贵 还比较便宜 这个就是冻头戏 小龙虾 一万四千块钱一份 非常不错 你看肉质非常饱满 这是龙虾尾了 我觉得这样的话 炒上一盘 顶这个带头的龙虾 这边卖带头的龙虾是三万块钱一份 三万也就是二百块钱左右吧 再八十块钱 一份才十几只 因为龙虾头里 这小龙虾头里没什么东西嘛 所以我觉得买这种就特别实在 我觉得能顶三四盘的样子 这么一袋 而且自己炒出来非常好吃 因为也有卖那种中国调料的地方 这个价格也合个八九十块钱 这么一袋 我觉得可能在中国吃也差五了 大家看看我们的小朋友来了 当当当当当 我们家小用衣来了 来看爸爸了 爸爸你洗手擦毛巾了吗 洗手了 因为外面有病毒嘛 爸爸一定要洗手 你消毒了吗 消毒了呀 你洗手了吗 洗手了呀 你擦毛巾了吗 擦毛巾了呀 太好了 我们家小游蜜穿的这个牌子 叫北脸 no space 是韩国的一个挺有名的牌子 我们在澳来买的还挺便宜的 才好像一万多块钱一个 就七八十块钱 这个在大商场卖可贵可贵了呢 韩国有很多澳来卖东西 还是挺便宜的 大家接着看 这个是香肠 哈尔滨红肠 但是它名字不叫哈尔滨红肠 叫什么 泉水香肠 这是能自动的 自动的这种 五千块钱两个 也就是三十块钱 自动的版具 这个呀 就是呀 一摁这里 一摁这里 它就自动的 这种 下一个 这个是韭菜花 中国人非常喜欢吃 韩国没有这个酱 这是两千韩币 十二块钱 吃火锅的话 就是非常适合 这两千可以游来游来摆动 这两千可以摆动嘛 这个是芝麻酱 韩国人也不吃这个酱 我觉得真是好可惜 韩国人好可怜 虽然不吃芝麻酱 但是这个呢 这个是小龙虾 小龙虾 一共呢 这些东西 花了大概五万块钱左右 也就三百块钱 人民币左右吧 血牙好吃吗 这个是干豆腐 什么是干豆腐 叫香薰豆腐干 什么是香薰豆腐 香薰干豆腐 都闻到这个香味了 这是什么呀 两千块钱 给妈妈拿去 让他打开看什么东西 拿去给妈妈 烫烫烫烫烫 好的 今天就先让大家说这么多 因为小朋友来了 根本就没办法说话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